原标题 拍海龙之前差点接了蝙蝠侠 温子仁 恐怖版蝙蝠侠非常酷近日 华裔导演温子仁新作剧之海王 将于12月7月超前在内地上映 内地观众将脸先于全球 看到这部最新震撼的超级英雄电影 这一次也是导演温子仁 首次参与到超级英雄电影领域的创作中 从海王在内地超前适应中 收获到的反馈来看 这次初次尝试应该是成功的 影片口碑喜人 不少影评人给出了超高评价 海王之前在伦敦举行了举行了首样的 应用外国媒体的评价 也给出了不错的评价 一名博主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写道 我不能透露 但是制作和故事讲述都做得非常棒 温子仁导演的新片收获高口碑 而导演自己在海王之前 曾考虑街拍蝙蝠侠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过去拍摄恐怖片的经验 给了他灵感 过去我和大多数人一样 感谢观看 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